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的科摩罗总统阿扎利。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科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中国是第一个同科摩罗建交的国家,明年将迎来两国建交50周年。 两国政治上相互坚定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团结合作的典范。 中科虽然远隔千山万水,但两国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心愿是相通的。 我听说中国电视剧《山海情》近期在科摩罗热播,中方愿同科方开展减频合作, 支持科摩罗人民将自身区位优势和海洋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不断延续构建中科命运共同体的山海情。 中方愿同科方继续合作实施快速清除瘧疾项目,帮助科方早日实现2025年彻底消除瘧疾目。 以此次峰会为契机,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海洋渔业、气候变化等领域务实合作,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 习近平赞赏科摩罗担任非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发挥的积极作用。 指出,中方愿同科方秉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非盟、阿拉伯国家联盟、伊斯兰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沟通协作, 壮大全球南方新兴力量,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阿扎利表示,感谢中方给予我们兄弟般友好接待,祝贺中国成功召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 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共建一带一路和三大全球倡议, 对于推动世界实现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至关重要,科方全力支持。 科方愿巩固提升对华友好关系,将科中关系打造成为非中合作的典范。 相信这次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将进一步助力非洲国家发展。 科方支持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相信台湾必将回归中国。 感谢中方支持科方履行非盟轮值主席国工作,愿同中方密切在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 推动发展中国家加强团结合作,通过对话解决地区冲突。 峰会期间,中科签署经贸发展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